午夜拍案荆棘 午夜拍案荆棘 请听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之夜色如墨 还是妻子眼见 他最先发现了那扇敞开着的窗户 当时我和妻子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却又不得不机械地迈动着双脚 一步也不敢停歇 真恨不得警察能在这个时候将我们拦住 最起码我们总算能有个理由做下来些口气 这个时候回想起电影里疲笨命的镜头 才知道电影与生活究竟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 电影里的主人公可以面不改色 可以永远神采意义斗志昂扬 但是现实中的我们 却早已经被疲累和恐惧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眼前是一片工地 妻子发现的那扇敞开的窗户 就嵌在施工县场 入口附近 一座示范单位的墙壁上 这种示范单位 往往是工地上最先落成 同时也是最后才被出售的单位 为的是以直观的宣传招来客户 我攀着窗檐 爬进了示范单位 然后将妻子金妹拉了进来 我用双臂 还住妻子的肩头 脑海中浮现出电影里面 男女主人公在困境中相互依偎的经典场面 比如三十九级台阶里的 罗伯特多纳德和麦德琳卡洛 当然 我和金妹的形象 很难与这种大师级的经典镜头比美了 妻子今年四十三岁 早已经过了窈窕淑女的年龄 至于我这个前高中校队的队员 已经发福的身材 也没能摆脱任何一位 曾经为学校运动事业出过率的老队员的必经之路 我自嘲地说 或许 他们应该 选两位苗条一点的演员 来替代我们的角色 莎姆 不要胡说八道 比如说 让珍妮 安妮森扮演你 让皮尔索 布鲁斯南 来扮演我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有心 讲笑话 讲笑话 我 我还从来没讲过这么刻薄的笑话 算了 算了 我们还是四处看看吧 示范单位的前半部分 被发展商用作办公室 里面摆了一张办公桌 桌面上凌乱地摆着五颜六色的物业资料 另外还有几张供客人使用的座椅 厨房里有一架咖啡机 是供员工们白天工作时使用的 除此之外 居然还有一袋甜面包圈 不知被谁 吊在厨房里 我和妻子没看开灯 好在 借着附近路灯照进来的光亮 我们能将示范单位的布局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将咖啡机里残存的一点咖啡喝得精光 每个人各吃了一个面包圈 将仅剩的一个面包圈留作明天的早餐 然后我们将座椅上的座垫在一起 摸进办公室后面的卧室 草草地铺成了一张剪衣床 我和妻子都累了 坐在床上 疲惫与绝望 一发不可收拾地向我们袭来 金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将金妹搂在怀里 哄着她沉沉地睡去 我也慢慢地合上眼睛 只是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睡觉 我只知道 房子里的每一丝动静都会让我迅速地睁开眼 我提醒自己 明天得早早地起身 赶在开发商上班之前离开这 但是开发商几点钟上班呢 估计应该在九十点钟吧 一整夜四睡飞睡之中 我突然间有了灵感 不 与其说是灵感 不如说是走投无路之下的一次豪毒 晨光出现 金妹睁开了她朦胧的睡眼 我将灵感 告诉了她 我对她说 今天晚上的周掌酒会上 她一定会出现的 周掌酒会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和她当面罗对面骨的讲清楚 再不行 我们就把她截到这儿来 逼着她 讲出实情 善魔 你好好看看我们两个这副样子 就凭这样的打扮 咱们能够混进周掌的酒会 金妹的这句话倒是把我问住了 突然 金妹的眼睛一亮 适应声 对 我们可以 可以化妆成适应声 接下来 我们借用示范单位的卫生间 草草的梳洗了一番 自然 我们并不奢求能够嗅到沐浴液的芬芳 这个故事完全是由一支名为火焰队的职业冰球队 和我这个满肚子牢骰的体育记者引起的 七十年来 火焰队已经成为加拿大某座中型工业城市的灵魂和骄傲 火焰队的每一次主场作战 总会吸引大批的当地球迷 将体育场里塞得满满当当 而火焰队的每一次客场出征 也总是将球迷们牢牢地锁在电视机前 当地的孩子们喜欢穿着印有火焰队字样的球衫 在接了兵的湖面上拼杀着 渴望有朝一日 他们也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火焰队的队员 就像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国地霍尔那样 火焰队已经像冬雪覆盖下的绵绵大地 融入了人们的血液 就好像人们从不曾质疑脚下那坚实的土地 从不曾质疑他们质朴的生活一样 火焰队从来就是他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火焰队就是这样一块金字招牌 难怪新一任的管理层刚刚接手之后 随即就将火焰队的基地转移到美国的某座城市 也就是我所在的这座城市 千万别笑话我们 虽然我们是一座号称阳光地带的美国南部城市 没准我们的冰球市场 比整个加拿大的冰球市场的总和还要大 更何况我们的父母官一心想要拉一支顶呱呱的职业运动队 为了实现这个规划 他们甘愿付出任何代价 甚至不惜让纳税人背上长达三十年的债务 去迎建一座堪称极品的冰球场 理由只有一个 没有一支响当当的职业队撑腰 难免会令我们在各个体育结盟城市的面前 英雄气短 所谓兵机运动 在我们当地人的意识里 屋外湖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穿上一件轻薄的夹克衫 到湖外坐坐慢跑 注意 我特别强调轻薄这两个字 因为慢跑通常都是在清晨时分 披荐轻薄的夹克衫 足以抵挡晨曦中的凉意 虽然 这样的理解与真正的冬季运动 可谓大相径庭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市政府 下决心 让冰球场项目 立即破图东空 对于那一大班和火焰队一起长大的 加拿大兄弟们将会如何痛心疾首 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毕竟生意场上无父子 金美在货系冰球场的造价之后 他说 什么 估计地产税又要大幅度的提高了 金美 在城市体育协会工作 这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 负责冰球场的承建 以及冰球场投入运营后的管理工作 金美是一名会计 一个对数字绝对敏感的行当 在南部城市体育协会工作六个月之后 有一天晚上 金美下班后对我说 善魔 我总觉得事情好像不大对劲 我的耳朵立刻竖起来 作为太阳报的一名记者 听到事情好像不大对劲这样的字眼 就好像一名酒鬼 闻到了酒精的味儿 就再也埋不开骨子了 哎 觉得哪儿不对头 我问妻子 目前还 说不清楚 但 但是我 我一定能够能 能 理出 头绪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 一天 我和金美驱车 探望正在读大学的女儿 金百利安 在回家的路上 金美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 南部城市体育协会的事情 金美说 他还是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表面上好像看不出任何问题 但就是让人感觉不大对头 哎 他说 善魔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间 啊 巴克斯威尔 拉法蒂合伙人公司 没有 这 这听上去倒好像是 一支爵士乐队 这是一家 在省会注册的咨询公司 啊 还有一家 啊 威尔 卡梅克 合伙人公司 你听说过没有 就是一家咨询公司 嗯 是一家 物料检验机构 设在 龙大尔市 龙大尔市 具体省会不远呢 嗯 嗯 还有一家 嗯 拉法蒂伙伴公司 我不知道 他的具体业务做什么 不过呀 每隔六个月 他就会寄来一包厚厚的材料 从来没有人去审核那些材料 有一次啊 我取了一份看看 发现居然是关于交通规划方面的内容 什么 啊 冰球场也需要交通规划吗 但是那些文件是关于空中交通规划的问题 难道 难道这也是冰球场要考虑的范畴 而且很明显 那些材料根本就是什么人跑去大学的图书馆 或者是省会的档案馆 随便找一份标题上带有交通字样的论文 复印之后 加上新的封面 就寄给我们了事的 而我们呢 居然为此支付了二十四万美元 我负责核对支票的存根 所以我知道这笔数额 至于刚才说到的那几家公司 感觉上好像全部被操纵在同一伙人的手上 到目前为止 仅我知道的 就已经有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项目资金 留到了他们的手上 我的天哪 这绝对是一期特大的手闻 而我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了最原始的资料 大约一年前 太阳报为了吸引在硅谷从事高薪技术工作的年轻读者 将我从体育版抽调出来 开达了一个新栏目 开达了一个新栏目 我对数码世界简直痛恨的咬牙切齿 要知道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开始了一名体育记者的职业生涯 而且 我早就打算好 要在这个行当一直干下去 直到我去见上帝的那一天 然而现在 我每天却要和视窗系统 高速解调器这些声色的玩意儿打交道 现在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眼前 如果我能顺藤摸挂挖出一宗特大的丑闻 我的名字 将随着丑闻的曝光而驾驭呼啸 到那个时候 如果我向报社要求 回体育版 我这边谈判的发马儿 自然不可和往昔同日而鱼 运气好的话 我甚至有机会成为一名专栏作家 想到这儿我对金妹说 你把那几家公司的名字 还有地址 提供给我 你能查出这些线索吗 嗨 我们做记者的自会有办法 不错 一名真正的大牌记者 自然会有他的自己的消息渠道 而像我们这些体育记者 满脑子只知道比赛的人 就只有去碰碰运气了 我按照金妹提供的那几家公司的注册地址 做了实地考察 巴克斯威尔 拉法迪合伙人公司的办公地点 位于市郊 一座破烂不堪的大楼一层 办公室里算不上空空如也 倒是有一张破旧的 贴纸书桌 书桌上的几个抽屉全部敞开 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立着一张书夹子 夹子上空空的 看上去像一只死老鼠 乌绰不堪 这绝不是什么好招头 威尔 卡米合伙人公司的办公地点 是位于隆达尔市市郊的 一座废弃多年的加油站 奇怪的是 加油站的门口 却设立一只崭新的油箱 拉法地伙伴公司的注册地址 根本就是一个共用信箱 有专人负责接收邮件 但是没有人了解 这家公司的任何情况 我向金美要来这些支票存根的复印件 发现付给这几家公司的款项 全都划往同一家银行 证券信托银行 显然 他们在同一家银行开户 甚至 有可能根本就是在用同一个账号 我开始 在全国电话号码本上寻找线索 决定给所有姓氏为 克米克 威尔 拉法迪 还有 巴克斯的人 挂电话 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 作者 霍克的 选编 阿荣 编译 吴炎炎等 演播 爱宝梁 责任编辑 好味群 录音师 张笑音 明天 继续播出 此书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午夜 拍案惊奇 午夜拍案惊奇 请听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之 夜色如墨 我在全国的电话号码本上寻找线索 决定给所有姓氏为 卡米克 威尔 拉法迪 还有巴克斯的人 挂电话 最后 我总共查到了六个卡米克 一个威尔 三个拉法迪 两个巴克斯 几乎所有的电话 全部是没有任何流言提示的语音信箱 只有第一个巴克斯的电话接通了 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 请问 巴克斯原声 在加码 不知道为什么 直觉让我认为 巴克斯应该是个男人的名字 游国 你要找那个曾经是我丈夫的败类 为什么不直接打她的电话 她不在这儿 哼 恐怕这会儿去派州长的马屁去了 乖乖 这个女人的火气可真大 简直就是核弹爆炸 我决定去请教哈维伯格 他专门负责政治新闻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正在清理办公桌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怎么 你们听说 我在盐湖城找到了一份工作 一份真章的工作 我将彻底的告别记者这个职业了 你啊 迟早还得重操就业 别那么自信 要知道 这可是家高科技公司 他们给我认股权证 我说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巴克斯的人 你是说 弗雷德巴克斯 那还用说 他可是我们三任州长 阿法布尔多罗旗下的红人 虽然他在州政府里没有正式的职位 但是阿法布尔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全是这个家伙在下面一手运作的 我又讲出了几个人的名字 问哈维是否也听说过这几个人 威尔这个名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卡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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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像娶了州长 阿法布最宠爱的侄女 这个 这个 拉法迪 啊 拉法迪 好像是 卡米克的妹夫 啊 啊 怎么问起这些 我将自己掌握的信息 额要地 讲给了哈维 哈维敏锐地秀出 这些线索后面 一定大有文章 他差点就要跑到社长那儿 要回此之心了 准备在这件事情上 大干一场 但是一想到 等待他的将会是太太的不依不饶 哈维只好放弃一时的冲动 不过 哈维还是非常意气的 在椅子上坐定 打开了电脑 嗯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啊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 那些纸票全部是划往哪一家银行的 证券信托银行 嗯 嗯 这就对了 州长竞选资金 就是由这家证券信托银行负责管理 啊 让我们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 啊 州长的连任竞选基金 啊 究竟有哪些人在资助 巴克威 威尔 拉法蒂合伙人公司 拉法蒂伙伴公司 以及威尔卡比克合伙人公司 这些名字赫然出现在资助人的名单上 同时 同时出现在资助人名单上的还有巴克威 威尔 拉法蒂 以及卡米克本人 他们的妻子 孩子 以及不计其数 天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的名字 每一位资助人的捐助金额 全部在法律规定的金额范围之内 当初挖火炎队过来 州长大人可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哈威叔 后来又是州长一手策划 将兴建兵球场的造价 全部转嫁到纳税人的身上 看来 他们所做的这一切 那都是有回报的 巴克斯还有其他几个人 的确是唠叨了不少游试 这一州长 除了能够筹划到一笔竞选资金之外 并不见得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当然 或许他这样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竞选资金 哦 看来你还不了解我们州的竞选法律 估计 真正了解这其中奥妙的人并不多 竞选之后的剩余资金 属于州长 阿发博所有 怎么 你是说 属于他个人所有 啊 政治是不是常常能够给你带来惊喜 没错 剩余的竞选资金属于 发布度了个人所有 他只要稍微给些好处 那些乡巴老门就轻而易举的投他的赞成票 于是这个竞选资金实际上就成了他个人的小金库 或者说 俨然就是阿发博的一笔封扣的养老金 当他从州长职位上下来的那一天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他的养老金带走 在他任职期间 这笔资金以各种各样的名目 用来支付他的种种私人的费用 比如豪华房车 总统套房 总之应有尽有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已经听傻了 哎 我的妈 原来我中了柳和彩 别高兴得太早 你要想捉住这条大鱼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呢 接下来 哈维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 为我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出击方案 这是我迄今为止 听到的 最棒的 最实用的 追踪报道技巧 何必说 千万记住 在你尚未搜集到足够的素材 可以动笔之前 你可千万不要到总编的面前去吹嘘 否则的话 他肯定会一脚将你踢开的 让艾利森或者是凯瑟 这两个人是整个报社数一数二的笔杆子 我牢牢地记住 哈维的叮嘱 开始跌跌撞撞撞地走上追踪报道 这条漫长的正通 我借了一部相机 星期六的时候 驱车 蒋 巴克斯 威尔 拉法迪 拉法迪合伙人公司 那间几乎空空如也的办公室 威尔 卡米克合伙人公司 那间废弃的加油站 以及 拉法迪伙伴公司的那只共用邮箱 一一拍照流荡 接下来 我开始分析巴克斯 威尔 拉法迪 以及 卡米克 与州长之间的 互动关系 我感觉 在他们彼此勾结的这根链条上 好像缺了点什么 经过了一番苦苦的思索 我终于意识到 填补这一小块空白的 正是 南部城市体育协会的会长 杰克·拉姆 一天晚上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金妹 我说 金妹 我想我必须和杰克谈一谈 他是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 是吗 如果是一个月前 我一准会告诉你 不要在杰克身上浪费时间 但是这一个月来 我觉得他变了很多 像是要支撑不下去的样子 怎么 你和他接触很多吗 我们在同一所中学读书 年龄也差不多 所以有些心里话 他愿意讲给我听 甚至常常和我打情骂俏呢 你说什么 别急善慕 杰克这个人 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就算 德兰修女在世 只要 他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露面 杰克也会打他的主意的 说实话 如果我对他不理不睬 说明 我比不上别的女人 那我反而会觉得不舒服呢 算了算了 他都对你说些什么 那些肉麻的话 就不必向我重复了 他 他话里隐隐约约的意思 好像是说 他遇上了什么麻烦 而且见得很深 他不知道该如何摆脱 要知道 他的这个职位是州长亲定的 他是法人代表 也就是说 州长 是在用杰克做替罪羊 利用一个家喻户晓的体坛英雄 做挡箭牌 暗地里 让巨额资金 流进自己的腰包 金妹 我们一定得试试看 最好能和他谈一谈 哦 我是这一场 真正意义上的谈话 如果他有顾虑 我可以把他当作纯私人的会面 不留任何谈话记录的 你们这些记者讲的话 是不是可信呢 说实话 看看周围的同行 实在令人怀疑 实在令人怀疑 所谓的不留谈话记录 是不是一个真实有效的承诺 不过对我来说 承诺是今 杰克终于答应和我见上一面 地点既不是位于即将落成的冰球场的办公室 也不是酒吧餐馆 而是一座地处偏远的停车场 位于市郊东北部的国家森林附近 杰克开着一辆红色的新款保时捷 装有那种 只有在赛车上 才能见到的疏流器装置 确保车身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不至于飞离路面 这样的汽车 像我这种凡夫俗子 只能在梦里才能见到 运动员出身的人中 有一种人 会随着年纪的增加 而越发具有成熟的魅力 杰克便是这种人 再在那张英俊的面孔上 总是挂着柔柔的微笑 正如金妹说的那样 杰克是不折不扣的大众情人 永远不知疲倦地 在石流裙下追逐 我们俩靠着一排木栅栏 不经意地闲聊着 话题一直回避着我们这次见面的主题 聊了好久 杰克开始下意识地 往保时捷的方向走 他始终没有流露 他其实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别人的帮助 任何帮助 哪怕仅仅是像我这样的人所能给予的 一点点的力所能及的帮助 杰克终于开口了 从一开始 我就明白 他们拉我入伙 不过是想找一个门面人物 我这个人长相还可以 人缘也不错 做做公关 在电视上露露面 再合适不过 而且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罗里 克拉玛 才是这个项目的真正的辅助人 你听过这个人吗 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不过我在心里暗暗地记下了这个名字 回去之后 我会调查一下他的弟子 我早估计到 这么大的项目 涉及上亿元的资金 而且 还有政要人物出马 这里面肯定有门道 其实 如果他们只是搞搞裙带关系 或是将部分工程 私下里转包给关系公司 这些都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可是 像他们现在这样 明目张胆的中宝四囊 说到这儿 即可摇了头 这一点 的确让我始料不及 哦 山木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我所说的 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到目前为止 留进他们口袋里的资金 至少有三百万 他们那一会儿应该有十二三个人 你能肯定吗 我没办法肯定任何事情 你以为他们会傻到那样的程度吗 把什么都交代我 他们只是太猖狂 太明目张胆 太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最要命的是 他们 尤其是克拉玛这个人 将一切安排的滴水不漏 在所有的付款支票上 全部都是我的签名 他们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一旦出了事情 所有的后果 都对我 我一个人承担 而且他们拿了这些钱 还不算完 他们是要想 将这个窃贼般的把戏 一直继续下去 直到冰球场建成 之后 他们的手还会伸向冰球场的运营 而我对这一切却束手无策 我不过是他们手里的一个玩偶 不过有一件事情 你还是可以做的 杰克 什么事情 把他们的丑闻曝光 杰克愣愣地看着我 他说 你当然希望我这么做 不是吗 你可以揽到爆炸性的新闻 从此 你就在记者圈里扶摇直上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可能结果 最重要的是 太阳报是本周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如果你看公开揭露丑闻 就等于赢得了主流舆论的支持 而你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支持 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 拉法蒂 卡比克 维尔 那些州长 他们和整个事件的关系已经很清楚了 好 州长 我也猜到了这层关系 所以 你该何去何从 已经很清楚地摆在面前 你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做个英雄 要么与他们同流合污 那么你为什么要选择后者呢 你没有从他们那拿到过任何好处 对吗 当然没有 一些小恩小惠还是有的 比如这辆 比如这辆包时捷 他们就给了我很大的折扣 另外还有一些漂亮的golf球杆 如果对不公堂的话 辩方律师会拿这些小恩小惠大做文章的 当然 这些都属于小问题 至于他们是否真的只是小问题 我心里其实并没有谱 做记者的 有时候也不得不昧着良心讲话 我对杰克说 事已至此 现在你 你是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杰克宁神 向森林远处望 整整十五分钟 我们谁都没有说一句话 或许这是杰克医生当中 最重要的十五分钟 终于 杰克开口说 我有一本日志 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自我保护 另外我还搜集到其他一些证据 今天晚上八点钟 来我办公室 我把材料交给你 我 会让你太太加班 这样 你可以装作 接亲妹下班的样子 明天 或者是后天 我们再约个时间 还在这见面 杰克钻进了保时捷 在启动发动机之前 他对我说 山姆 希望你不是在纯粹地利用我 我感觉胸口仿佛被什么重重的一击 我难道不正是在利用杰克吗 我说服他出面 从根本上讲 还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 却从来不曾想到过 如果这么做 会给杰克带来怎样的后果 我唯一能劝慰自己的只有一句话 新闻 才是记者的生命 这就是我 为什么不干预 流水仗式的 电脑版面的缘故 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 作者 霍克等 选编 此书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午夜拍案惊奇 午夜拍案惊奇 请听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之 夜色如墨 星剑中的冰球场 位于城区 与一条所谓的城市河流之间的一片地皮上 同样的一条河 如果放在其他城市 最多只能算得上是条小溪 而在我们这座城市 它的地位却被放大了许多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停车的地方 然后向施工现场唯一的入口走 绝大多数的工人 工地上只寥寥地亮着几盏照明灯 我顺着楼梯往上走 脚步声在空旷的球场里发出了呼响 一股浓浓的水泥味刺鼻地扑来 南部城市体育协会的办公室 位于冰球场的北侧 远远的 我就可以闻到崭新的地毯的味儿 我走进办公室 迎面是前台接待处 靠着办公室的一面墙 是一落落的纸箱 显然工作人员才刚刚搬进来不久 一切都还在整理当中 我不知道金妹或是杰克房间在哪 又觉得不太方便直接叫她的名字 我索性挨个房间地找过去 我感觉背后好像有什么动静 于是我猛地转过身 走道里空荡荡的 看不见一个人影 我只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这身于空荡荡的办公室 常常会让人生出阴森恐怖的感觉 办公室里一共隔出了五个房间 有的房间面对着城市的河流 有的房间面对着施工现场 只有一个房间 透过房间的窗户 可以同时看到流水和工地的景致 我想这间应该就是杰克的房间 我于是走了进去 房间里没有开灯 看不到一个人 我心想 杰克这个家伙肯定是变卦了 我没有马上退出来 而是独自站在黑漆漆的房间里 在房间的门口的时候 我像是隐匿约约听到有什么动静 可是就在我走进去的一刹那 那个动静又一下消失了 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金妹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脑子里首先蹦出了金妹的名字 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过了一会儿 隐隐地传来一个声音 山姆 是你吗 我赶紧伸长了脖子四处寻找 金妹 金妹 你你在哪呢 我被他们锁住了 快帮我出来 我在房间里摸索了好久 总算摸到了一盏台灯 我扭亮了台灯 接着灯光 看见房间里有一扇门 门上有一把自动的碰锁 我拧开锁头 推门而入 门背后是一间小储藏室 里边堆放着几个纸箱 金妹正蜷缩在地上 她的上半身被一条麻袋套住 双手和双腿被绳子死死地捆住 我连忙过去打救金妹 门在我背后关上了 自动碰锁 我再次将储藏室的房门 从外面 繁锁上了 我忙又转回身 拼命地扭动着门板 狠狠地撞击着房门 但是 门板温死不动 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原本从储藏室的门缝里 泄进来的一磁光亮 突然不见了 一定有人关掉了 外面的台灯 眼前一片黑暗 我在储藏室的墙壁上摸索着 终于摸到了一个按钮 轻轻一按 储藏室房顶上的灯泡亮了 山沐 究竟出什么事 我们都被锁住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把小刀 先割断金妹身上的绳子 然后将套在他身上的麻袋拿掉 那是一条原本用来装水泥的麻袋 如今 残留在麻袋内侧的水泥 将金妹的身上和脸上弄得一塌糊涂 金妹居然没有被水泥粉尘呛死 简直就是个奇迹 金妹解释说 我正在办公室里等你 突然有人从背后摸上了 用麻袋套着裸的头 然后把我五花大绑的丢在这儿 我现在究竟在哪儿 我想 应该是在杰克的办公室吧 哦 山沐 你受伤了 你怎么浑身是血 说我浑身是血 显然有些夸张 不过 我的两只衣袖上的确沾满了血迹 至于他们的出处 答案应该只有一个 就是刚才我在储藏室外面摸索台灯的时候 不小心染上的 我再次冲到储藏室的门前 拼尽了力气 试图将门板撞开 山沐 山沐 我们可以试着从房顶上出去 所谓的房顶 不过是一层 镶在天花板上的隔音板 为的是遮住 架在屋顶上的各种管道 我将储藏室里的纸箱 推到了门口 落在一起 然后爬到纸箱的最上层 试着将几块隔音板拿开 我低头对金妹说 我想这个方法能行 隔音板与天花板之间的空间有限 再加上管道的设置 对于我的体型来说 回转的余地相当有限 金妹说 还上我来试试吧 虽然有些费力 金妹总算还是攀上了天花板 当然免不了 要在满是水泥粉尘的手臂上 还有大腿上 留下几座擦伤 终于 出藏室的门外传来不同一声 我能想象 金妹如何从天花板上 摔到地上的惨状 接着 传来一声淒厉的尖叫 我的心 某然一抖 金妹 怎么样了 金妹开始手忙脚乱地 鼓刀储藏式的门锁 显然 她的手脚已经有些 不听大脑的使唤 我将顶住门板的纸箱挪开 终于 门开了 储藏室里的灯光 倾泻在金妹的身上 只见金妹的手上 腿上 鞋子上 沾满了血迹 金妹的膝盖已经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 我伸手抱着她 拥着她往房间的门口走 我的脚下被什么东西搬了一下 我顶静一看 居然是杰克拉姆的尸体 天哪 几分钟前 他的尸体绝对不在现在这个地方 我和金妹亮强地走出了杰克的房间 我们几乎已经成了两个血人 谁都没有勇气继续留在杰克的房间里 我在衣服的口袋里面翻找着 你想找什么 找我的手机 妈的 妈的估计是留在汽车里了 办公室里到处的电话 快快 我们快点 快点打电话报警 报警的事情还是女人去做吧 我现在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将这条头条新闻通知给报社总编 然而电话始终没有达成 我和金妹还没有回过神来 就看见从前台的接台处 闪出了三个人影 其中两个建筑工人 手里挥舞着斧头和板前 直奔我和金妹而来 跟在这两个人身后的那个人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直到后来才发现 他就是杰克曾经提到的 罗里克拉玛 冰球场项目的真正的负责人 他们是干什么的 只听见克拉玛大声吩咐 跑在前面的两名工人 别让他们跑了 我和金妹带若木鸡的彼此对视 我只感到脚下平生出一股寒气 我急中生智 轩鸡从身旁的房间里 拉出了一张转椅 顺势往走廊里狠狠地一推 转椅打着转 沿着走廊 飞快地向前台的方向滑 我和金妹随即转身 向走廊的另一头跑 事实证明 我和金妹的逃生策略 是一招不折不扣的败笔 我们应该留在原地 听任他们 将我们交给警方 但问题是 在当时的状况下 我们根本无暇判断 这两名建筑工人的真正的企图 是什么 万一我和金妹 也落得杰克的下场 岂不是随了这些家伙的心意 于是我和金妹 撒开了双腿 飞快地向走廊的尽头跑 什么 我们走 消防楼梯 我们推开了重重的消防门 沿着水泥楼梯 飞奔地向楼下跑 记得电影《薰衣草》里面 埃里加基斯尼 说此摊里 布勒韦 曾经沿着埃菲儿铁塔的楼梯 从楼顶一直跑到地面 此时此刻 我恍惚找到了这些电影的感觉 唯一不同的是 当我们终于将最后一级楼梯 甩在身后的时候 并没有像电影里的主人公那样 彼此发出会心的微笑 相反 我和金妹 已经像两只破旧的风响 伤气不接瞎气 险些透不过气来 我们推开了消防楼梯出口处的大门 走进茫茫的夜色当中 我们的左侧 远远的可以看见 冰酒厂施工现场 唯一出入口 几辆警车 已经聚集在那 车顶上的警灯 闪烁着刺眼的蓝光 好啊 好啊 来得正是时候啊 我有了一种如实中复的感觉 可是山姆 我们俩浑身都是血 那又怎么样 他们会认为是咱们杀了杰克 和楼上那两名建筑工人的想法一模一样啊 金妹的话提醒了我 我们一时躲进了一处漆黑的角落 开始认真地考虑眼前的处境 可是金妹 除了跟警方合作 咱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可以先回家 把身上洗干净 另外 将你存在电脑里的那些材料全部打印 然后再去警察局 你知道杰克遇害的真正的原因 因为他准备向你吐露真相 于是他们就杀人灭口 难道不是吗 可是 可是警车已经堵入出口啊 我们怎么能才能留回家啊 他们堵住的是汽车出口 我们脚上有腿 我们可以走回家 如果从第三大街的浮桥上过去 才不过四英里的路程 和你以前沉练时慢跑的距离差不多吗 那可是老黄历了 毕竟金妹分析的有道理 以我们现在这副样子 肯定会让警方产生误解 于是 我们便自作聪明地做了决定 悄无声息地 消失在漫漫的 漆黑如墨的夜色之中 这样的夜色对我和金妹并不陌生 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和金妹 就是在这样的夜色当中走到一起的 那个时候 校园里经常放映一些老电影 我和金妹都是穷学生 约会的地方和方式自然比较简单 于是就常常一起去看电影 渐渐地 电影中的一些台词 便被我们偷换成 只属于我和金妹的特殊语言 比如 有一部电影 屋顶的房间 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 在一座存放小型游艇的库房里面 献出了她那少女的争吵 当她和那位斤斤计较的男朋友 从库房里走出来的时候 少女天真的说 我怎么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不同 你觉得我和以前不一样了吗 后来少女的这两句问话 就成了只有我和金妹才懂的口头禅 常常我们每逢遇到人多的地方 比如 商场里面 酒吧里面 总之 凡是人头攒动的地方 我和金妹总会有一个人 将这两句话喊出口 然后哈哈地笑成一团 朋友们因此常笑话 我们两个神经不太正常 终于踏上家门口的小路了 此时的我 真不知道脱口而出的该熟悉什么 或许我该大喊一声 瞧 我们的满身的血迹 我和金妹脱光了衣服 双双地钻进了浴室 我问金妹说 咱们多久没洗过鸳鸯雨了 好像自从有了金百里安 我们就再没有放松过 冲洗干净之后 我在金妹之前走出了浴室 胡乱找了件衣服穿上 然后走进狭小的书房 准备将存在电脑里的文件 打印出来 然而我的电脑早已不一而非 墙上的电脑插座 四周留下了一片烧焦的痕迹 我能想象 盗贼如何将电线狠狠地一拽 于是火星四溅 万幸的是 电线的短路没有拧成大火 看着空荡荡的电脑桌 我只感到自己的心窝 像是被人狠狠地倒了一圈 那感觉和之前发现 杰克尸体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绝对不是一般的盗贼所为 否则的话 房间里的彩垫 盗贼为什么碰都不碰 对了 电视 我跑回了客厅 打开电视机 屏幕上正在播放 冰球场建筑工地的场景 工地的出口 警车上刺眼的蓝灯 依旧在闪烁 唯一不同的是 警车的数量 比我们离开冰球场的时候 多了许多 另外 还有一辆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杰克的尸体 被抬上的救护车 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 作者 霍克的选编 阿荣 编译 吴炎炎等 演播 爱宝梁 责任编辑 好味群 录音师 张笑音 明天 继续播出 此书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午夜拍案惊奇 午夜拍案惊奇 请听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之 夜色如墨 我跑回客厅打开电视机 屏幕上正在播放冰球场建筑工地的场景 工地的出口 警车上刺眼的蓝灯依旧在闪烁 唯一不同的是 警车的数量比我们离开冰球场的时候多了很多 另外 还有一辆救护车赶到了现场 杰克的尸体被抬上了救护车 五号新闻台的女主持 艾伦 郭德里奇 正手持话筒出现在屏幕上 特写镜头 将她的那张涂着厚厚脂粉的面孔 找得奇大无比 大约今晚八点十五分 恩特比建筑公司员工 周安 Masa看见山姆 沙利手持类似棒球棒的东西出现在办公室的走廊里 此后 在山姆 凯利与橄榄球明星杰克兰姆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目前尚没有得到警方证实 有消息说 山姆凯利的妻子金妹凯利曾经与杰克兰姆有过性关系 一声惊叫从我的背后传来 国在浴巾里的金妹刚刚从浴室里走出来 此刻正目瞪口呆地看着电视屏幕 山姆 我 我从来没有 闭嘴 并非是我不相信金妹 而是 我需要将新闻报道听完 本案案情复杂 警方认为金妹凯利有可能参与了这起谋杀 警方正设法将凯利夫妇缉拿归案 既然要抓我们为什么不到家里来抓呀 来呀 金妹恶狠狠地堆着电视机屏幕喊着 仿佛 仿佛咒语应验 窗外随即响起了警笛的声音 隔着玻璃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到警灯在闪烁 我拔腿便跑 一边对金妹吩咐着 快 快去拿两件衣服 先别忙着穿战士拿在手里 我抓起了放在桌上的钱包 这个时候金妹已经从洗衣房里窜出来了 她怀里胡乱地抱着几件衣服 裹在身上的玉金摇摇欲坠地要吊在地上 我抓住了金妹的手 拖着她迅速地从后门跑出去 小偷先前是从后门溜进来的 门上的脚链已经被小偷割断 所以我们没废周周 便冲出了后门 我们飞快地穿过了后院 沿着院外的小路跑 金妹怀里的衣服不停地掉在地上 我不得一次一次地折回头把衣服捡起来 我们不能让警方追踪到我们的踪迹 小路边上 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穿出了狗的狂飞 所幸的是 没有那条狗从主人家窜出来 否则我们两个肯定会被他们撕成碎片 穿过马路 对面是一所学校 我们沿着学校的后墙一路飞奔 跑进了一座公园 公园里面有一座网球场 好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打网球 我们走到公园里的棒球场 球场上没有灯光 我们找了一处掩体 坐下来 金妹开始摆弄怀里的衣服 一条裤子 一副胸罩 一件破旧的运动衫 六只袜子 可惜 支支颜色不同 真不明白 女人们干嘛非要穿花袜子不可 清一色的白袜子 岂不省事 虽然仅有的几件衣服搭配起来 显得不伦不类 好在还能遮体 一堆衣服当中 有一件老头衫是给我的 但是没有衬衫 看来 我只能靠身上这件T恤 将就了 至于脚嘛 我倒是穿着一双烂汉鞋 但是金妹的脚上 还套着冲凉的拖鞋 金妹 他们说我手里拿着棒球棒 我进你们办公室的时候 手里面明明是空着的嘛 你这个傻瓜 难道我会相信他们不成 你已经多少年不打棒球了 棒球早就丢进垃圾堆里去了 这倒是 不过我可以从别处弄来跟球棒啊 我在想 那个名叫Masa的家伙为什么要陷害我 难道有人花钱收买了他 用不着收买 只要给些强有力的暗示就足够了 罗里或许会说 主安 你记不记得山目的手里好像握着根球棒啊 Masa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能讨好罗里的机会 他肯定会说 对啊 好像有这么回事 金妹 你听我说 他们偷走了我的电脑 哦天哪 这下我们真的完了 金妹 他们是从后门进来的 后门上的脚链被割断了 是吗 我们刚才不是从后门跑出来的吗 我怎么没注意啊 可能我只顾惦记着身上的浴巾了 生怕它随时会掉下来 金妹 不过他们恐怕要空隙还一场 我在报社的办公室里 另外还存着一套资料 我现在得马上找部电话 我必须立刻和报社取得联系 在公园小路的尽头 有一部电话厅 我钻进了电话厅里打电话 金妹守在外面放手 我本指望能够找到今晚的当班的编辑 不瞧 接电话的 恰恰是报社的笔杆子 埃迪森利的 想必他是被临时召回办公室 专门报道 刚刚由我引发的这起重大的事件 埃迪森利的 埃迪森一下就听出了我的声音 他就像闻到了鱼星的猫一样 死死地缠住我 再也不肯让开 埃迪森在电话里滔滔不绝地劝我 一定要将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当然只讲给他一个人听 估计等他列取独家报道的心愿完成之后 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将我 拱手交给警方 就像胆掉一粒灰尘那样潇洒 那样轻而易举 我说 听我说 埃迪森 我手上有一张电脑软盘 能够让大家看清楚这起事件的真面目 你现在就去我的办公室 在我的抽屉里 有一个文件夹 上面写着 冰球场 你把软盘上的文件全部打印出来 半个小时之后 我再打电话 我会告诉伽利森我的方位 让他派车来接我 伽利森就是今晚在报社当班的编辑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让他立刻找敦巴索罗伦的律师到报社等我 敦巴索罗伦是太阳报的御用律师事务所 可是 可是之前已经有一名侦探来过报社 他取走了你的东西 什么 什么 一名侦探 他什么时候到报社去的 在我赶回报社之前 大概九点到九点十五分之间 他们的行动实在是迅速 但是警方怎么知道 我手上掌握着这些材料呢 他们又何以知道这些材料与杰克的死有关呢 不对 不对 警方应该还没有能反应到这一点 埃里森在电话里 继续滔滔不绝地说 加里森如何大发雷霆 指责工作人员 怎么可以让警方拿走这些材料 妈的 他说 这是报社的财产 我能想象加里森骂人时的样子 只是 我实在没有时间听任埃里森唠叨 不得不强行挂断了电话 走出了电话亭 我将报社的情况告诉了金妹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 警方肯定在报社里装了电话追踪系统 他们很快就会到这 可是山姆 我们还能去哪儿 随便哪儿都行 总之 这个地方不易就了 于是我们又开始在街道上慢慢地 展开了征途 偶尔有汽车从我们的身旁驶过 每每有车灯亮起 我和金妹就忙垂下头 避免让司机看清我们的面孔 在一条小路上 从我们的迎面走来一位深夜遛狗的家伙 我和金妹立刻坐了一百八十度的转身 直插向马路的对面 我和金妹就这样贼一样地在大街上游荡 终于在一片树影下 找到了一条长灯 坐下来 我们的思维已经麻木了 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不知道该向谁去求救 即便是在这样一片混沌当中 我们还是多少将冰球场里的事情 理个头须出来 根据我们的推理 杰克兰姆与罗里 克拉玛之间 应该发生过口角 杰克又贪杯的习惯 可能是杰克多喝了几杯之后 又碰上罗里跑到办公室来指手画脚 杰克于是借着酒劲扬言 他要将冰球场的丑闻彻底地抖露出去 罗里于是也不甘示弱 他反过来威胁杰克说 如果杰克胆敢背叛州长 他应该考虑后果 两个人的言辞越发地激烈 杰克有可能一把揪住了罗里的衣领 罗里的身材瘦弱 论打架 他绝对不是运动员出身的杰克的对手 罗里一时害怕 顺手抄起了一件家伙 向杰克砸 那应该不只是一只棒球 而是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 因为惊慌 罗里举起凶器 再次向杰克砸去 一下儿 又一下儿 直至杰克被砸得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杰克很可能提到过我的名字 我这样分析说 不然的话 罗里没有理由用麻袋套住你 然后搬你锁进了储藏室 也许他是想要争取时间清理现场 他的算盘的确打得相当精确 他很可能打电话通知同党 包括卡米克 拉法迪 还有 还有那个叫威尔的人 没错 于是他们派人到家里 窃取我的电脑 然后又去报社骗走我的材料 与此同时 克兰玛在冰球场里精心布局 等着我走进他的陷阱 我已经感觉到 教兴家的交锁 已经套在我的脖子上了 山毛 根据本州的法律 只允许电一行刑 呼天哪 多谢你的提醒 是啊 一向以法治的化身自居的州长 阿发布杜勒 一贯推崇 以急行警示天下 看来 我的末日已经不远了 我再次想起了 杰克拉姆 金美 这个果真是条好汉 就像当年在赛场上一样 勇往直前 毫不顾忌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 而我呢 我算什么 一个唯命是从的小记者 一个只知道寄生在他人的信息之上 靠笔杆子摇旗呐喊的小记者 脚下的山路上出现了一束汽车的灯光 我和金美只好再次站起来 钻进如墨的夜色 大概又走了半个小时左右 金美一眼发现了 故事开头 提到的 那扇敞开的窗户 州长的酒会上 可谓高鹏慢作 几乎云集了 本周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酒会 他预示着 阿法伯都勒 谋求连任的新一轮州长的竞选活动 已经拉开了许墨了 酒会的地点 选在一间乡村俱乐部 我和金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如何能够搞到一辆逮捕工具 抵达现场 金美突然间有了灵感 善魔 我们的两部汽车 都停在冰球场的工地上 只不过停放的位置不同 警方很可能只发现了其中的一部车 而忽略掉另外一辆 因为工地上常常会有一些工人加班 所以他们的车子 昨晚和我们的两部汽车一起停在工地上 有道理 而且杰克昨天是故意留你加班 好让我装作开车接你回家的样子 借机到你们办公室去 所以 别人很容易误以为 我们两个只有一部汽车 可是 如果警方只发现你的汽车 而放过我的那辆 那就糟了 金美说 我们逃出家门的时候 我忘了带车钥匙 哦 有了 你的钱包里应该有一把备用钥匙 对吗 没错 我的确是随身带着一把备用钥匙 那是因为 金美已经太多次的将钥匙放在汽车里面 她就是这样一个丢三落四的女人 可是 可是我们又如何 能够将汽车从警察的眼皮底下开走呢 工地的后门大部分 是敞开的 以方便送货的卡车出入 可是万一这会儿大门被锁上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步行过去 试一试运气 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 作者 霍克等 选编 阿荣 编译 吴延延等 演播 爱宝梁 责任编辑 好味群 录音师 张笑音 明天 继续播出 此书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午夜 拍案惊奇 午夜 拍案 惊奇 请听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之 夜色如墨 周长的酒会上可谓高棚满座 几乎云集了本周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酒会 他预示着 阿法伯杜勒谋求连任的新一轮周长竞选活动 已经拉开了序幕 酒会的地点 选在一间乡间俱乐部 我和金妹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能够搞到一辆带步的工具抵达现场 金妹突然有了灵感 他说 什么 我们的两部汽车都停在冰球场的工地上 只不过是停放的位置不同 那么 警方很可能只发现了其中的一部车 而忽略掉另外一步 因为工地上常常会有一些工人加班 所以 他们的车子 昨晚和我们的两部汽车在一起 停在工地上 有道理 而且 杰克昨天是故意留你加班 好让我装作开车接你回家的样子 借机到你们办公室去 所以 别人很容易误以为 我们两个只有一部汽车 是啊 金妹说 可是 如果警方只发现了你的汽车 而放过我的那辆 那就糟了 我们逃出家门的时候 我忘了带车钥匙 哦 哦 有了 你的钱包里应该有一把备用钥匙 对不对 没错 我的确是随身 带着一把备用钥匙 那是因为 金妹已经太多次将钥匙放在汽车里面 她就是这样一个丢三落四的女人 可是 我们又如何能将汽车从警察的眼皮底下开出去呢 空地的后门 大部分时间是敞开的 方便送货的卡车出入 可是万一这会儿大门被上了锁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步行过去试一试运气 你是说 在光天化日之下 到你们的工地上去 眼下你是头号通缉犯 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 我没你那么重要 而且我还可以敲装开盘呢 示范单位的浴室里 有一排衣柜 柜顶上 有一顶长蛇的遮阳帽 显然是建筑材料公司送给买家的赠品 金妹将帽子戴在头上 看上去 还真像是工地现场的一名工作人员 我们又在办公室的抽屉里翻了翻 结果又找到了一副太阳镜 只是这次 这次行动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我为金妹 捏了一把汗 金妹 这儿你工地还很远 况且你还穿着拖鞋 山姆 我们需要一辆汽车 等我走在大路上 或许会搭连巴士的 我将钱包里的现金 一分为二 目送着金妹 渐渐的走远 我独自躲进附近的一片树林里 时间 简直就像蜗牛在爬 每一分钟都让我如座振战 好不容易挨到了中午 金妹还没有回来 我的心里忍不住 凭什么出一股寒意 金妹会不会已经落在了警方手里 如果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就只好像野人一样在山林里游荡了 女儿金百丽 该如何面对这样大的变故呢 她会不会被迫停课 为了保湿母亲 而去四处奔走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汽车喇叭声传来 我飞快地跳上了汽车 金妹 旋即横踩油门 汽车 剑一般地 飞了出去 我好像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 牛茶的香味 那是我装着胆子去快餐店 买了点吃的 金妹说 我们在一条脏兮兮的小路上停下来 狼吞虎咽地将金妹买来的汉堡 吃了个精光 此时此刻 我们已经完全顾忌不到胆固醇的问题了 小路的对面 有一座废弃的房子 房子后面 是一间破败的骨仓 我们一旦抓住罗马 克罗马 就把他弄到这个地方来 逼他讲出真相 但愿他会在酒会上出现 他应该到场的 这很难讲 或许他仍然心有余悸 不敢露面 而且州长的酒会上 州警察局 必定会派出大批的警卫 以防任何不测 我们怎么能 蒙混过关呢 对了 我们的后车厢里不是有一套高尔夫球杆吗 于是我和金妹再次乔装改办 我们将汽车 停在乡村俱乐部附近的 一座高尔夫球场旁 我将金妹刚才用过的那顶遮阳帽戴在头上 腰身一变 成为跟在金妹身后的一名球童 金妹呢 自煞又借势地挥着一根球杆走在前面 金妹将一头长发束在脑后 戴起了太阳镜 远远看过去 还真像是那么回事 唯一的破绽 这是脚上那双拖鞋 我提心吊胆地跟在金妹的身后 生怕有好事之徒 会对得金妹的妥协指指点点 我们原计划 想要混进酒会的工作人员当中 冥冥之中似有天助 我和金妹刚刚走到俱乐部的后门 看见一辆火车 正停在俱乐部的厨房门口 人们正七手八脚地 将货车上的食品搬到厨房里去 我们把高尔夫丘杆 藏进了一层灌木当中 随即加入到那会儿正在搬运的工作人员当中 送货方以为我们是俱乐部的工作人员 而俱乐部以为我们是商家增派来的人手 所以没有人对我和金妹产生疑心 俱乐部厨房的衣帽间里挂着一六工作服 我和金妹随手抓起了一件飞快地穿在身上 这一回我们成了货真价实的实应生 酒会的气氛已经进入了高潮 一个身穿白色外套 脸色红红的家伙 命令我们将几盘食物 端到酒会大厅 酒会的自主餐桌旁 聚集了一大群来自电视台 以及各大报社的记者 此时此刻 记者的另一身份便是白吃白喝 酒会上 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熟悉的面孔 我不得不时刻调整这姿势 避免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发现 我的这张脸孔 突然从我的身后传来一个冷冷的 非常像前总统尼克宗的声音 看你还往哪躲 我的心蒙得一锁 手里的托盘险些扣在一位女党魁的身上 紧接着 四周传来了一阵哄笑 我回过头 发现身后是一台最新的 光速两千电脑 多亏了过去这一年 在数码世界里摸爬滚打 我一眼就认出 这是本周一间 新兴高科技公司最新研制开发的电脑信号 它的一个新增功能 就是可以将接收的电子邮件 转换成语音的形式 并且提供多种模拟声音 显然其中也包括尼克宗的模拟声音 这会儿 一定有人在另外一台电脑上 不停地向这一台电脑发送邮件 这样 谁站在电脑旁边 就会被突然传来的模拟声音 吓得一机灵 这就是电脑时代 恶作剧的方式 我不太希望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赶紧转身回到了厨房 金梅刚巧也从教会的另外一个方向 赶回了厨房 金梅低声对我说 罗里克拉玛 就在酒会现场 罗里克拉玛 怎么会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呢 在如此人生顶沸的酒会现场 他可以在众人的眼皮底下 深不知贵不觉地和主掌见面 并且将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告知周长 我随手将托盘丢在厨房 然后向酒会大厅走去 金梅很快也跟在我的身后 走进了酒会大厅 我说 金梅 你刚才在哪儿发现他的 我 我刚才看见他正顺着那边的楼梯 往楼上走 我们于是也沿着楼梯往上走 在接近二楼大厅的时候 我发现 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门口 有一名侍卫 守在那里 侍卫没有留意到有人上楼 我趁势 从楼梯口的一张桌子上 拿起了一只花瓶 做出了一副准备将花瓶送往某个房间的样子 金梅在前面引路 他推开了一个房间的房门 我走了进去 这个房间 就在侍卫把守的那个房间的 隔壁 我说 那个侍卫给我们出了个难题 有他在 我们就没可能 让罗里克拉玛 乖乖地就范 金梅说 咱们先耐心地等一等 再见机行事 或许 或许我们可以堵在停车场附近 等克拉玛离开酒会的时候 再把他接到我们的车子上 如果他一个人从酒会里出来 我们两个还能对付他 但如果他是和一帮人在一起 那就麻烦了 我们的这个房间 和侍卫把守的那个房间 只有一墙之隔 而且墙上还有一道门 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两个房间接通 从门的另一侧 此时 隐隐传来了谈话声 我猜测说 或许克拉玛就在旁边的房间里 就在 我和金梅凑到了那扇 门边 侧耳倾听 好极了 不错 克拉玛的确就在隔壁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 正是州长 阿发布都了 难怪房间门口会有侍卫把守 那么另外那个人会是谁呢 威尔 克米克 还是其他什么人 洛莉 事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讲这话的是州长本人 看来他们之间的谈话才刚刚开始 我是出于滋味 以为他会杀了我 他最多只不过狠狠地揍你一顿嘛 不 他还准备将事情捅给太阳报的记者 就是那个该死的开灵 好在 现在总算是万事大吉了 房间里另外那个男人说 你能肯定已经掐断所有的线索了吗 我派人拿走他家里的电脑 还有他保存在报社的全部资料 现在他的电脑正躺在水库下面睡大觉呢 那些软盘已经被我淋了汽油烧成了灰烬 我差点被那股烧焦的味道给呛死 可拉玛也已经将监克办公桌里的文件统统地取走了 这时候又传来了周长的声音 可是 可是 还有凯里这个大活人 没解决 他现在已经落荒而逃了 没有了这些资料 就算他浑身是嘴 也说不清楚 而且 波尔德的手下 已经认定他的作案嫌疑了 他的每一句话 只会被当作狡辩 他说的波尔德 就是本州的 警察局局长大人 他最好还是不要被警方抓到 您的意思是 要让他彻底的消失 我个人认为 这样 对大家都好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过了一会儿 周长的声音 我会在今晚的酒会上 就杰克的不幸 发表谈话 那很好 我们现场为杰克莫埃 那这样做是比较得体的 隔壁房间里的三个人 就这样你一句 我一句地继续说着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 他们接下来的这些谈话 目的只是为了牵扯 我和金妹的注意力 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 作者 霍克等 选编 阿荣 编译 吴炎炎等 演播 爱宝梁 责任编辑 郝卫群 录音师 张笑音 明天 继续播出 此书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午夜拍案惊奇 午夜拍案惊奇 请听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之 夜色如墨 隔壁房间里的三个人 就这样你一句 我一句地继续说着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 他们接下来的这些谈话 目的只是为了牵扯 我和金妹的注意力 克拉玛乘急悄悄地摸到了 两房之间的那扇门的门边 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发现我和金妹的 或许是我们无意当中弄出了动静 暴露着自己 总之 他们意识到了 隔墙有耳 于是他们扬装着 毫无觉察地 继续谈话 却悄悄地摸到了门边 我跟金妹就像喜剧中的小丑 猪不及防 一股脑地扑倒在隔壁房间的地板上 在抬起头的时候 面前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子 他手里那黑洞洞的枪口 直指向我和金妹 金妹爬在地上 他扬起脸 看着那个陌生的男子 你是谁 是威尔 还是拉法迪 那个男人好像被金妹的问题给搞糊涂了 最终他说 我是波尔纳里 这个时候 周长 慢慢地躲到了我们的面前 他那六英尺高的身材 再加上半英寸厚的银发 对于匍匐在地的金妹和我来说 无异于一位巨人 他历声喝道 这两个人是谁 就是他们两个 开里和他老婆 格拉玛尖叫着 我的天哪 可简直是乱了套了嘛 哪里 波尔纳里悠悠地说 您不正想让他们彻底消失吗 那很好嘛 现在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 我认为 这是一件 一件好事 是吗 我想你们好像忘了 我还是这个周的一周之掌 虽然我想有合理范围内的豁免权 但是现在 我和这两个人在同一个房间里 对于他们的失踪 我如何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旧长先生 我认为 我们可以将他们扣留在这里 等您离开酒会之后 再把他们弄到别的地方 然后干掉 好了好了 先把他们弄到角落里 啊 省得让我眼烦 房间里的家具不多 只有几张椅子和一张桌子 桌子上摆着一部电脑 布尔纳里压着我和金妹 在电脑前面的椅子上坐下 布尔纳里恶狠狠地看了我们一眼说 你们两个怎么找到这儿 我们拿了个花瓶 混上来的 别和我耍花招 否则有你们好果子吃 旧长说 白痴 白痴 他们是伪装成石英生混进来的 看一看他们身上的衣服就能踩到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处置他们 周长 克拉玛 还有布尔纳里 走到房间的另一侧去商量 如何处置我和金妹的去了 布尔纳里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和金妹 他的手里 依然紧握着手枪 我看了看面前的那台电脑 又是一部光速两千电脑 我激动得几乎快要窒息了 电脑桌的桌面下面 是一块可推拉的木板 电脑的键盘就摆在上面 我没有将键盘拉出来 只是将手指从键盘和桌面的缝隙档中塞进去 轻轻地按了一个键 原本黑黑的电脑屏幕 立刻亮起来了 我是面对着电脑屏幕坐着的 布尔纳里远远地站在电脑的后面 盯视着我 有电脑在中间阻隔 布尔纳里看不到电脑屏幕 也看不到我究竟从屏幕上看到了些什么 或是我的手指在坐着什么 一幕相视 电脑的电脑的邮件传送功能 还够出于工作状态 最后一次发送的邮件 只有一句话 看你还往哪儿躲 显然 显然之前有人在这部电脑上 在恶作剧 对于我和金妹来说 对于我和金妹来说 我们的性命恐怕 就挤在这台电脑上了 我慢慢地 慢慢地 将电脑键盘 一点一点一点地拉出来 我开始敲击键盘 金老非常机灵 他装作害怕的样子 仿佛神经质般的 用指尖 在敲打着座椅的扶手 为的是掩饰我敲击键盘的声音 我将刚刚头听到的谈话 尽可能准确地 敲打在屏幕上 幸好我是一名 训练游素的记者 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周长说 洛丽 事情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我发出邮件 随着邮件的发出 楼下的酒会大厅里 响起了 尼克松总统的声音 他将这条信息 一字一句地传送给 在场的每一个人 包括那些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 人们将会感到震惊 家乔站在酒会大厅里 那台电脑旁边的人们 他们将会随着尼克松的声音 将屏幕上的信息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出来 于是 记者们开始围拢到电脑前 他们会感到纳闷 他们会想 这会不会是一场 别有用心的恶作剧 如果他们能够从中意识到什么 我和金妹就有救了 否则的话 我们只有听天由命了 我继续敲起键盘 可拉玛说 我们是出于自卫 他会杀了我 杰克兰姆准备将事情捅给太阳报 因此我们必须干掉他 金妹不敢往 我这本偷窥 她只是直愣愣地望着前方 她不清楚我究竟在做些什么 也不知道我这样做 能否给我们带来一线生计 说实话 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么做 是否能够产生效果 终于 我将完整的谈话记录 输入了电脑 最后 我这样写道 我们被关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 门口有侍卫把守 快来救救我们 接下来我伸长了耳朵 仔细听周掌和他的爪牙 在房间的另一侧 在谈些什么 将他们的谈话 一一地记录下来 波尔纳里提议说 在山区的一座湖边 有间废弃的小屋 大提议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人弄到那儿去 波尔纳里说 我在想 波尔纳里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 他是不是想在那儿 把我和金梅给干掉 从他的语气当中 我能肯定他的用意的确如此 于是我在屏幕上写道 快来救救我们 他们准备杀人灭口 随即 听见楼下的酒会大厅令 一阵骚乱 有喊声 有笑声 显然 有人以为这是一场 精心策划的游戏 周掌原本神情严肃的 在听波尔纳里的谈话 这会儿 楼下骚动的声音 让他不得不分散注意力 他说 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下怎么了 伴着门外 侍卫的一声呵斥 又一阵汗声传来 房门开始震颤起来 我伸手一推金梅 快去开门 金梅猛地向门口窜过去 波尔纳里 波尔纳里举起了手枪 就在这个时候 我拼尽了力气 拎起桌上的电脑显示屏 向波尔纳里砸去 因为电线的羁绊 显示屏没能砸中波尔纳里 波尔纳里向后一闪身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我和金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金梅此时已经拉开了房门 我也紧跟着金梅 冲出了房间 我们飞快地沿着走廊望前冲 走廊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有人认出了我和金梅 哎 看啊 那不是开丽跟他老婆吗 金梅大声地喊着 逮捕我们 听见没有 赶快逮捕我们 我们是通缉犯 终于 在金梅的呼吁下 总算有人将我们缉拿归案了 周长称直升飞机迅速地离开了酒会的现场 返回周政府去了 几名还算精明的警官 没有放过波尔纳里和克拉玛 想来 他们一定是在酒会大厅里 听到了尼克松总统传达的信息 克拉玛很快便彻底崩溃了 并且与警方达成了协议 愿意作为警方的污点证人 协助调查 毕竟在所有人当中 克拉玛被送上电椅的可能性最大 所以他必须向方设法来保全性命 我 金梅 布尔纳里 还有克拉玛 全部被带回市政厅的公共安全事务部 警方分别为我和金梅露了口供 在我露口供的时候 我听到了隔壁的克拉玛发出了大呼小叫的声音 那声音忽而像涌炭调 忽而又像是急速的形板 自然 乐曲的主题始终围绕着冰球场工程 另外一个房间里的布尔纳里 也在和克拉玛一样上演着类似的剧目 只不过布尔纳里的声音要轻柔一些 而且他的身边有律师保驾 分分秒秒才为他争取着最好的结局 事实上 我已经为布尔纳里规划好了一个结局 而这当中 仅凭一根棒球棒 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和金梅终于在市政大楼的一条长椅上 回合了 此时 已经大约凌晨三点钟了 金梅用写满了疲惫的目光望着我 他说 我善慕 我们现在算不算是 自由身呢 我们从来就没有被警方逮捕过 警方一直没有给我们戴手铐 通常警察逮捕嫌疑犯的时候 总要向对方宣读他们的权利 但是警方从来没有对我们宣读过什么 那 那我们为什么 还不赶紧离开这儿回家呢 我想了想 几十个小时的起起伏伏 一瞬间 充斥着我的脑海 终于 我和金梅走出了市政厅的大门 在此走进如墨的 夜色当中 最精彩神秘悬念小说 作者 霍克等 选编 阿荣 编译 吴炎炎等 演播 爱宝梁 责任编辑 好味群 录音师 张笑音 明天 继续播出 此书已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更多有声小说 请关注 去音网 去音.com QQ65431347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